詞曲 李宗盛 就是這孩子太精太聰明 三歲讀唐詩被送辭 八歲看周易 十一歲字詩英語和日語 什麼鬧鐘聲音機 半導體在我手裡 都不是事兒 算啥到客氣啊 雖說比不上的 三國時機攻擊小竹魚 但沒能生在 再更年代實在太可惜了 長大後我的夢在打擊中繼續 站在十字幕口 學了個新名詞叫生意 你就是靠能力拍消息 變實際就是搞人機 拉關鞋 Go Money 虎口 虎口 總不靠拳頭 陰謀 爭鬥 自作自首 心頭的愧疚 那是我那舊有安靜的天空 不是誰都能勉強拼湊 好可惡 可惡 冰謀 爭鬥 老龔頭的 我看今兒的你這臉色 不好 好 好還是不好啊 好 好 剛才在外邊喝了碗豆汁 搬這個院裡有兩年了吧 你說兩年來呀 咱倆 你爭我吵 我總是在你面前勵志氣壯 應該的 今天是老革命啊 老革命 老玉婆子 今天我跟你說聲對不起啊 別這樣 幹嗎呀 爺們 都一家人 什麼對得起對不起的呀 小洪是個好孩子 我打心眼得喜歡他 都是我這個不整齊的兒子 給你添麻煩了 你們家的事我都聽說過 你原來嫁那個大哥他就是因為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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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機倒把 後來就被氣死了 你說這個畜生他怎麼能幹這種事呢 這不是戳你心脖子啊 原來以為小洪嫁給大偉 我是個老革命 能改改你們的家嗎 但是 我真的對不起你 更對不起小洪 挺好的 挺好 小洪嫁 我介紹一下 這位是方律師 寧州最有名的經濟方面的辯護律師 她是龔大維的合夥人馬志鈞 這位是她的妻子 你好 你好 咱們坐吧 好 龔大維這個案件啊 關鍵點在於檢察機關能不能提出他需走私的證據 如果沒有 那充其量就交給處罰金 應該不會附帶任何的刑事責任 但如果有證據證明他早就知道這是走私車輛 那可就是刑事犯罪了 現在啊中央正在查出海量走私的問題 在這個節骨眼上 龔大維很有可能面臨十五到二十年的重心 方律師是吧 那您看我們現在還需要做些什麼努力呢 你們先別太過的擔憂 我們往最好的方向努力 但是也要做好最壞的打算 你們先準備處罰金吧 在態度上爭取一點主動 張總 我知道都不容易 但是我現在是最困的那個 您您先幫我挪一點過來 過了這陣難關我盡快還您 是我理解啊 理解理解 行好嘞謝謝啊謝謝 郝厂長 我至君啊郝厂長 好久不見 這 這事您聽說了是吧 謠言 絕對是謠言 他肯定不是這樣的 我給您解釋一下啊 喂 喂 都他媽是孫子 這當初大維得勝時候 你們一個一個的喝把掌上尾巴搖過來啊 現在 這強倒眾人推嘛不是 馬總 馬總 直覺啊 你看 那大媽也幫不上什麼忙 這錢不管是多少 是我的一點心意 大維是好人咱得救他 馬總 這是我那份兒 這份兒是梁子讓我燒過來的 馬總 您可一定得把龔總救出來啊 梁子還等著龔總租他的車呢 馬總 這是我的 還有安小姨媽也出了一份兒 馬總你拿著 我 我謝謝大家 我替龔大維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讓他跟著ete 嗎 你別挨 那他 走 他 就 不用了 不是 嘛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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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呀 一万 多少 一万五 一万五 这就值一万五 两万 两万总成了吧 不能再高了 再高了 我就得下纲的 我跟您说就这啊 爱给不给 两万 多一分没有 两万 真吗 两万行 可以啊 可以 那我就开票了啊 行 等会儿 师傅 你看这不是写上备注吗 您帮我写上我是抵押 我不是买卖 到时候 到时间 我有钱我还赎回来呢 我们有律师的啊 可以 我们也得有个期限 如果超过这个期限 您不能把它赎回去 我可就没有办法了 怎么样 行 我知道 那我就开票了 行 这么多 你哪儿来的 臭的呗 大外平时兄弟多 人要让好 臭的就有了 臭的就有了 嫂子 这钱您先给她交内处罚金 要是不够我再想办法 您现在可怀着我那大侄子呢 别的事您就别操心了 有我呢 您的任务就是保养好身体 谢谢啊 小蝎 秦费 对不起 对不起 我 我错了 我错了我不应该把它卖 不是 我没卖把它当啊 我当两个块钱 这两个块钱我 我赶紧努力我赚钱 我把这脆熟回来行吗 你别生气 我 我没办法 这事太突然了 我们应该给你打个招呼 小飞 小飞 马志军 你做得对 古纳维是好人 你也是好人 我果然没嫁错你 以后什么舞剧音乐剧 我都不看了 大提琴我也不要了 咱俩一起努力 把咱马家的传家包 给赎回来 现在和声音乐剧 我们的声音乐剧 可以示范 演奏 这是 有什么 我们的声音乐剧 我觉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伊娜 你把龚大为揪出来吧 这你怎么拿到的 我们都是受害者 都付出了代价 你的孩子 还有我的人生 现在这一切 都结束了 他是好人 你没嫁错 好 伊娜 我今天谢谢你啊 不需要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其实我也不喜欢你 应该说 我讨厌你 我特别讨厌你 我爱过他 我也曾经试着让他爱上我 可是我错了 他那么死心塌地地爱着你 至始至终 他心里面就只有你一个人 你相信我 我们之间没有发生过任何对不起你的事 现在我不欠他的 我也不欠你的 我温馨无愧了 我温馨无愧了 你 那方律师怎么说呀 明天就宣判了 该他做的他都做到了 这就是 就你对高波这个人的了解 你觉得他会不会 在最后一刻 把那把袋子拿出来 不会了 小红 嫂子 销毁吧 这就是那边子带 我已经确认过了 你是怎么拿到的 你拿给我的 你拿给你的 那他人呢 走了 走哪儿了 别问那么多了 赶紧销毁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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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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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正的意思啊 李宗盛 我也不知道 听说退学了 退学了 可能是怕事吧 那沈小红怎么样了 那咱回家再说吧 干嘛都病了 什么 好 好 来 爸 我回来了 来 坐吧 身体好点了吗 本来啊 这个事我想去求你高伯伯和罗首长 可是这个事和高伯有关系啊 瞧你俩办的这臭事 你坑我我骗你 我没这个脸 这个事 高伯它不是个东西 在里边受的罪 该受 记住这个教训 对 你对不起任晓鸿 也对不起你张娘 我去跟你算反应 好 小子 小子 志军 你拿好 这是你借我那两万块钱 嫂子我这钱不着急 您还是给我哥交罚金吧 罚金我都交上了 你赶紧拿回去 把你们带那个传家宝赎回来 那 这么多钱您上哪儿凑去 我都凑上了 你就别操心了 我还有事先走了啊 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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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少喝点 知道为什么要在这儿吃这顿饭吗 因为我答应过你 做完最后一段生意就收手 回来帮你经营这个饭店 然后让你回家一起养胎 明天这个饭店就不是我的了 什么 我的救你 那么多人都拿出钱来 我不能让你欠那么多人的债 我不能让你欠那么多人的债 我替你还了 我是你老婆 替你还钱 天经地义 这是咱俩吃的最后一顿饭 吃完这顿饭 吃完这顿饭 这个餐馆就不是我沈小红的 我想叫回家饭店也叫不了 你也回不来了 小红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欠了吧 小红 你就是看在孩子的份上 也不应该现在就这样 孩子已经没了 什么没孩子了 我给打掉了 什么 我让他跟我一样 来到这个世界上担惊受怕 还不如从来都没有来了 大卫 我真的累了 我累怕了 但凡你的心里 对我还有那么一丁点的情意 你见了他 你还有什么事情 你一直觉得 对你 你和你 不爱 你你不爱 你不爱 你没有什么事 你算得没错 大夫说是个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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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修仨月了 你两天就给骨头好了 干脆我把这键盘给你 你当老板得了 我那点了要稳钱啊 还是给你打工吧 那这么着 你好好干 你放心 我绝对亏待不了你 行 收拾收拾 小龙 那盒都装完了 嗯 全装出来了 哎呀 要我说吧 这 现在天黑得早 晚上就别出去卖了 你说还又不挣钱 还不够我操心的呢 我在家闲着干吗呀 要说都是老客人了 我不出摊 人家晚上就该饿着了 你把自个儿弄得比总理还操心呢 那盒饭他爱吃不吃 关你什么事啊 还有这些白菜 我都烦死了 这两天拆的白菜 比我这一辈子赤都多 我看见白菜就恶心 彤啊 彤 带着这个 暖锅暖锅 爸 来 你拿着 回家吃 以后别做饭了 在我这吃啊 孩子 还是你对我好啊 大卫要是知道了他就放下来 爸 那坐着锅呢 我去看看 闪开 当我光了 不让我眼神不好 我来 不用 什么呀 张 大卫给你磕的 你呀 来个包裹啊 有个汇款啊 你就不用戴着眼睛签字了 你就 公粮啊 我一辈子 都没等到那签字的时候 这东西你拿回去我用不着 不 你好好看看 你看看那一撇一捺 这讲究工艺品 公粮 这什么玩意儿啊 公大卫给我磕的 赵母娘怎么回事 赵母娘就是 她对您的尊称啊 打仗的仗也是对我的尊称 什么眼神啊 那我说你至于吗 你老隔壁不就是为了蹭两盒饭吗 用着这样吗 想吃什么干我我给你做 干什么呀 不是 这个账母娘的账母 不是这个账母 大卫 待会儿走啊 把门给我带上 对了 那个蒋老板让你把那个匾 赶紧给人算去 知道了 你活摇还给我 你还没有 我看了 你好烤人 哎呦喂 这是谁呀 不是沟大维吗 一年多了 一点儿消息没有啊 也不说来看看我 你说你也是啊 当初要不是我心思手软 高抬贵手 你是不是还在里面待着呢 能像现在这样 靠着勤劳的双手之腹 呼吸着自由的空气吗 一点情谊都不讲 不就那么点事吗 弄得两家几十年的交情 僵了 拱叔也不来看我爸了 但这话说回来 你无情我不能无意啊 我可是一直惦记着你呢 是不是跟媳妇离婚了 最近日子也过得很拮据是吧 你找我呀 是吧 虽说我不能像丁彦华那样是吧 给你个十万八万的 那人家港商我比不了 那三五千的我还是偷得出来的 这么着吧 那个 我帮你把这铺子盘下来 也算你自己有个赢事 好啊 说完了吗 说完了请走吧 回来送货呢 你想干什么 我就是想看看你到底想干什么 好啊 龚德文 你没看出来你还有这手啊 那你得听我一句劝了 如果想在客贬界好好发展 那就踏踏实实干 别老一山望着一山高 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 你说你火夫的儿子 这贬能刻成这样 那也算是个文化人了 赶紧回去跟龚叔说一声 你们家祖坟冒青烟了 让人老人家也高兴高兴 但是 这话说回来 我还要提醒你一句 如果你还贼心不死 想重抄旧业的话 我肯定弄死你 好字 有财 有财 龚哥 我来我来 不用我都收拾好了 你赶紧回去吧 我来我 让我 我 我跟你退出去 真的不 多说 您就别忙活了 回头再把腰闪了 吓我一跳 你这一嗓子我腰没闪 差气了 秦方 忙你的去吧 我自己去 没事 我帮你 孩子 小红都说了 这是我们自己家的事 你忙你的去 跟我说 没关系的 顺你大把场 走走走 我帮你退出去 别这么客气 走走走 回去了 你这孩子 哪儿的啊你 我烦你看不出来啊 谢谢你啊秦方 我自己去出摊都行了 你去上班吧 没事 我给你送过去 不用 我 我帮你啊 放到摊上 然后我就走 人家看见不好 真的 我自己去就行了 你赶紧去吧 人真不怕饮着鞋 没事的啊 大伟回来了 秦方 咱走吧 你送我去 行 那你坐稳了啊 小陈同志 气色不错 马总 收下 必须收下 我们公司的奖娘是面子 不三十多人大公司 在乎这点东西啊 你要真不喜欢你扔了 明儿晚上再给你送来 马总 这批挂历啊 小陈同 我送这些东西 跟挂历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该怎么收就怎么收 不要哄 实话告诉 就算这批挂历黄了 我该送还得送 我为的是你那朋友 你拿回来 你拿回来 我让你收拾一下 你收拾了呀 你拿回来 你不懂我呢 黄了 是啊 就算是黄了 这 黄了 我可没少送你东西啊 马总 我真是尽力了 我也没办法了 这些东西 您真拿回去吧 还要你给我家送那些 干明儿 我也都给您送回去 咱没说东西的事啊 咱就说说挂历 到底怎么回事 你说清楚了 我们物资公司 需要的这批挂历啊 从别人那儿订了 不是 你早上起来没吃早点啊 你脑缺氧啊 你是不是失忆了 今天说好的 我来是签合同的 你告诉我 这给别人了 不是 陈同我不是吓唬你啊 我马上就开这大约公司 在宁州也想得当挂了号 您要是这么做生意 您以后想不想在宁州混了 想不想在宁州混了 想不想在宁州混了 马总 您别为难我了 说实话吧 对方开的条件 确实比您差多了 可我就是得对不起呀 人家那边说了 只要一提他名 您肯定就得撤 您要继续往下坐呀 就不让您在宁州混了 秦赶 我知道你会来的 фф 知道 我为什么知道你会来吗 挂厘那事 就是我给你搅黄的 知道为什么绞黄这件事吗 就是因为 龚大威 现在全亭州做买的人都说 龚大威已经收手不干了 说整天看见他 磕个匾子 修个自行车 打个家具什么的 我告诉你 就算是全世界的人 说他不干了 也有一个人不信 那就是你小叔我 他龚大威能不干买卖 他野心那么大一个人 他能不干买卖 打死我也不信哪 他搅黄了我多少生意啊 他祸害有多少女人哪 他祸害 最主要的是 他祸害了咱们俩这么多年的 叔支情分哪 你说就这样的祸 我能不防着他吗 说得防着他 你防 你 你防他就防他呗 我现在是真跟他没什么关系了呀 你现在可能是跟他 但是 但是 龚大威他现在 在宁州跟个野魂似的来回晃悠 你跟他之前又是一条线上的骂蚤 只要你还在捣腾买卖 我相信迟早有一天他会解释还魂的 叔啊 那他离婚以后这魂都丢了 而且我也不是尸体是吧 叔啊 叔啊 你看 您这么疼啊 您就可怜可怜我吧 我们公司这么多人等着发工资 再说我们家那情况 您知道那媳妇就只会念试 上上下下的都指望着我 您看 就是啊 其实叔这么决定心里也不老人 但主要是为了防止龚大威东山再起 从朝就业 届时还魂 死灰复燃嘛 所以只能委屈你了 那个 这是五百块钱 拿着 去做点小买买 什么 探个煎饼啊 炸个油饼什么的 日子过得踏实 就别趟贸易这滩浑水了 不少了 滚吧 来 有什么事赶紧说 物资局需要一批挂力 你 眼看何荣签了 生意让高波抢 我当时就找他去理论 求情 后来他对我百般凌辱啊 还说不让我再做生意了 他说早晚有一天你会借我的失还魂 你说他是不是咒我死呢 他说了啊 说你是个祸害 不是 不能一为高波恨你 这双眼手都把我带下来 你不能见死不救啊 我说公司眼看着就就就揭不开锅了 你要不回来帮我 我说公司干不下去了 记者啊 两件事 哎 哥 你 你说 第一 千万别再来找我了 找我也别让沈亚红碰见 太危险 第二 我劝你也别干了 那 那怎么能行呢 你要干我也没办法 我管不了 但是以后你要来看干霸 好好找我来课别修自行车 你尽管来 至于公司是成失败 你好自为之 从我离开大约公司那天起 我就说过 这些事跟我都没关系了 不是 你是真连亲兄弟都不认是吧 喂 这 这公司这名字 我忍了多长时间了一直没改 以前咱一块儿开公司 现在你走了还叫大约公孙 不是 古曼伟 你自己称的男的你不认是吧 那时的晚霞 总美得不像话 同一路 少年多 冷漠的岁月会隐藏风里 叫让你消去知情 少年人会在风里 不愿地为爱着你 亲爱的亲爱的你 别哭别让我命苦模糊 悲伤爱是你的天赋 而我的面是追逐 那时的晚霞 从美得不像话 橙丝阳光皆微风 轻抚你一场风 他在替我说 请留在夕阳下 把一生都托付给这个少年吧 别让我别让我失去你 不知你快乐委屈 求此奔向的子弟 幸福我遗憾你 亲爱的亲爱的你 别哭不愧 让眼泪停住 谁都无法锁住良病 但我会将心足足 谁都无法锁住良病 但我会将心足足 当你们看到我这份满满心意的时候 一定会痛哭流涕的 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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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 今天开始大包商贸有限公司 倒闭了 您可别倒闭呀 您倒闭了 我找谁签挂力合同去啊 现在宁州的挂力市场被一个港商给垄断了 港商说了 价钱好谈 但是必须得跟您签合同 听小花 您怎么在这儿啊